在片子开始之前呢 问待会儿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开车上高速的时候 这个刹车突然失灵了 你该怎么办 那我这边呢 倒是有几个锦囊妙计 首先呢不要惊慌啊 打开双闪式提示前后车辆 如果车速不算太快 手动挡可以利用降挡减速 这自动挡啊 可以接连是轻拉手刹进行制动 如果车速比较快的时候啊 说实在没办法啊 可以通过寡层一侧的护栏进行减速 咱说都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啊 就变形能车了 还是命要紧 是不是 但如果是车速说特别快的情况下 而且还像咱男主这样说 开启了巡航定做 且无法关闭的时候 也很简单 是不是 系好安全带 说把这个身份证含在嘴里 到时候这样撞上的话 也方便核实身份 别给咱警察叔叔填麻烦 那没错啊 咱男主现在的处境 他就是这般危险 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还要从他说前不久 卖了一辆名叫哥斯拉的新车 还是 开始说起 咱铁柱啊 买完新车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上全家老小去旅游 开车的过程中呢 那才真是王婆卖瓜 他是自卖自夸 说这大新车呀 全车五万多就下来了 还是把这个保险跟上牌都算上了 这性能强劲的同时 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功能 就比方说 我觉得这个安全气囊 他就没啥用 全车上下统共十二个气囊 我钱太多了 我让他给我手装了十个 知道吧 剩那俩呀 装在了主夫驾驶的脚底下 又在啥事的话 说直接弹射升空 知道吧 我跟你妈顺着天装往住飞 有点交了伞 说够用了 而这后排的乘客呢 也不用惊慌 是不是 由于全车的材料 都已经被我是换成塑料了 这要是跟别人撞上的话 几乎是立刻成品 那是瞬间投胎 一点痛苦都没有 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性了 而这省下来的钱呢 就可以安装一个最新款的中控大屏 咱说有语音助手 有巡航定速 甚至还配备了 郭德纲版本的语音导航 你说这玩意不香吗 是不是 这玩意多快乐呀 边开车边给你逗壳子 是吧 靠左行驶 上路路方向 左呀 靠右行驶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 这什么都不走 逆行了吗 我逆行 但说着啊 但铁柱又打开了巡航定速 就彻底解放了双脚 就想感受一下高科技的魅力 要说这玩意先进 你知道吧 就定在了130万以后 就不仅不用踩油门了 而且连踩刹车的劲都省了 因为这玩意说直接故障了 就踩刹车 太不好使了 你知道吧 这刹车失灵了 就咱说这么一个大新车 咋还能出这个毛病呢 这事就难不成还真跟牌子有关系吗 那老爷子见状之后吧 当时就表示说到 说会不会是卡住了 你先加速升档啊 然后再点刹减速 就看看能不能重新 这唤醒刹车 再说换没唤醒刹车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现在想他们换个爹 你知道吗 就把这几脚踩完之后 口含身份证 怕是都没用了 就撞上以后 没准连火化的环节都省了 知道吧 就只是可怜了我那海味降世的孩子 这前脚刚投完台 说后脚又哪来回哪去了 睁开眼睛 看到的不是护士 是他妈天使 而且更要命的就是啊 陷入金庚 哥斯拉赛亚店那边反映情况 人家销售就不理你了 不管你了 害老推卸责任 说你刹不住车呀 没准是路面太滑 速度太快 踩刹车的力度太小 或者是酒店卡住了踏板 等等之类的话 那总之就是一句 你死不死谁儿子 反正我家车 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我买车的时候 你咋不这么说呢 那才真是大哥长大哥短 说大哥壮死你不管 知道吧 就买车之前呢 问点啥问题都是秒回 买车之后再问就是轮回 就反应问题的时候呢 就更是了 我跟他们个分头许愿似的 一点动静都没有 怎么能捏死了 那现在呢 靠他肯定是靠不上了 是不是 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那就在这个时候吧 这其实车辆就已经是失控了 就不可控了 这旁边的车辆啊 如果躲避不及的话 就难免会受到点牵连 就比方说咱孙徒子 是不是 他这边刚想开门下车 说一瞬间啊 车门子没了 向往会掰呗吧 说直接就给干掉了 你说这晚上 我也是新买的车吗 贷款没还完呢 碰了这事了 咋 当初看这个事 就是当成大黄蜂买的 现在你一走一过 给我当我封绑子歇了 那我能乐意吗 是不是 你摘我绑子 我必回你天堂 是不是 高地摘你赶了哈呀 这是 那完事以后啊 就这顿年啊 说这一脚油门 都好像没怼油箱里去 咱说就他俩这个车速啊 现实金都已经 可以用飞的太低来形容了 那自然是吸引来了交警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铁柱他爹也就窜到了前排 就想看看这个 副驾驶的底下 这有没有啥电路啥的 但就是这个姿势啊 说太过于嚣张 知道吧 太过于夸张了啊 这交警呢 说一走一过 扎一看 说整一愣 他以为是绑匪 说挟持人质 跟他给这玩生死失素呢 知道吧 这大闺女 为了不让他误会啊 就完纸上写了一个SOS 就拿出窗外 想让交警看到 但是奈何 在外面的风太大了 说纸妹拿住啊 就直接就呼在交警脸上了 那交警讲话呢 说还这么敢洗脚 知道吧 你这逼我掏钱啊 这是 那后一人呢 这张纸也是一点没糟景 就摆脱了交警之后 这扭头就呼在 孙徒子的风挡着了 这完事以后 你就看去吧 那家给孙徒子 气气猫泡了 哎呀气得又蹦迪 那紧接着 再来看老爷子这边 就他的手啊 由于被这个保险给卡住了 为了脱困 他就只好把这个保险总成 给拆起来了 咱说拖他对付 书驾驶的座椅家这也失控了 咱铁柱现在不仅要精神高度集中 还要承担这个症状 随时会被拷爆的风险 那才真是坐立难 说至上堪忧 那不过好在呀 他们终于跟交警啊 是解释清楚了 有了这个交警 在前方是一路开档啊 也算是轻松了一些 但铁柱吧 说见状之后 刚想松一口气啊 说行呢 把这个雨刷打开 就清理一下风挡上的鸟屎 那却不料这雨刷啊 竟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再说当初啊 我看他这个飞行轨迹的时候 我都怕这个晚上说 直接就插在孙徒子的脑袋上 咱说这光喷墨子 不往下刮 不要了命了吗 就啥也看不见 不且等着撞车呢吗 这是人 而且在这个时候啊 还得是咱老爷子啊 具有牺牲精神 是不是 把半两身子都探出去了 就冒着为瓜飞的风险 就也要弥补自己之前 所犯下的错误 没错 这个雨刷呢 其实不是质量问题 而是之前呢 在加油站的时候啊 让他给败坏了 你说没想到当初的无心之举 说嗨的如今说 差点把自己的老命给搭上了 那再然后呢 眼瞅咱铁柱的臀部啊 都已经开神网出飘香味了 这老爷就决定说 再次舍身取义 跟铁柱换位置 假话了 咱爷俩说换着烤 我这骗过就老烤也受不了 是吧 就没想着让这个儿媳妇 给自己拿瓶水 是酱酱闷的啊 就却不料这水 是直接就撒进了电动座椅里边 那一顿火花戴闪电 说好学妹给老爷子吓死 假话呢 刚才是低音烘焙 说现在是电子烧烤 我这后期就现在 撒点子然都能出锅了 那后人呢 就正所谓是一波未平 是一波又起 这车里啊 突然就出现了一只马蜂 虽然这小家伙啊 就卫队铁柱 他们是造成伤害 就很轻易就给赶走了 但是这玩意啊 对于后面的孙秃子而言呢 简直就是毁灭性的存在 是不是 钻进他耳子里以后 我这瞬间就让其失去了平衡 撞上了前车之后啊 那差点就被钢管 是穿成串了 那好在呀 是没有上级到性命啊 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那也都已经这样了啊 就咱孙秃子他还不信邪呢 讲话里一切杀不死我的 都只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今天我不把前车 那个司机的脑袋瓜 拧下来抛酒 都对不起我市局的大黄蜂 那说完之后啊 直接给封党干碎呢 是再次的踏上了正途 咱说还是便往前跟了 比较保险 是不是啊 因为前车的老爷子 陷入心是有点拗疾了 没地儿尿 他只能把这个塑料袋子里解决了 没地儿扔 他就只能顺着窗户 是往后撇了 而如今的你呢 已经没有了方党作为保护了 所以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啊 大家也是可想而知 懂得都懂啊 就讲话里这玩意挺神奇 也说入口虽然有些苦涩 但吸血却有些回甘 就咱们的老爷得他妈的逃脅病了 是吧 就实在是人无可忍的孙徒子 就决定放弃最后的理智 就追上前车之后啊 就开始拿这个大黄蜂 憋他 就讲话里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你亡了 知道吧 就整参铁柱也是满脸的黑人问号 就讲话里兄弟 你怎么呢 你来事了 怎么这么暴躁呢 我你爹啊 那他妈快得我整死了 你还天然问我的 别叫我兄弟叫我原告 那好在后一日啊 这小儿子集中生智 用这个电子鱼叉呀 是射伤了他啊 就导致孙徒子再次失去了平衡 就撞进了一伙人的营地里 那不然的话 再这么往前跟啊 还指不定会发生点啥事了 那最后的最后啊 咱铁柱他们一家 获救的方式也很特殊 交警呢 先是开了一辆车就接应他们 这儿子跟姑娘啥子 就顺着窗户啊 都陆续的被送了过去 等到儿媳妇的时候啊 就只能开着这个直升机来救援了 因为怕个到他的肚子啊 那后一人呢 也是顺着这个天窗啊 给接走了 那最后呢 就圣南铁柱跟老爷子的时候啊 这俩人基本上就抗开了 讲话呢 咱俩也算是为了艺术现实很冷的吧 那不过好在啊 这警方啊 是并没有抛弃他们的打算 因为那个绳索呀 是绑住了车顶之后啊 这直升机开毒马力 终于是在中车之前 是把他们拉至了空中 那么至此危机化解 不对啊 老那掐指一算 好像他们还有一劫 毕竟你们这个车壳子是塑料做的 能经得住这般拉扯吗 所以说这后一人啊 也是果不其然 车顶啊 整个被耗掉了 你说咱铁柱这五万块钱 说到头来呀 好像花的也不远什么事 就折腾到最后 就好歹还剩个爬里呢 那片子最后呢 就是这全家老小啊 在医院说偶遇孙兔子的模样了 咱说他都已经这个德行了 就害亲自报仇呢 讲话的都憋走 把卡拉哈留下来 就虽然说呀 咱铁柱对此表示一脸懵逼啊 但是孙兔子确实是 已经默默承受了太多了 那本片完 那多的不说了 奉劝大家呀 以后开车上路 说开车上高速之前啊 都尽量要去塞电 或者是修理厂 就检查一下全车油业 和胎压和备胎啥的 是不是啊 消除隐患啊 一定要是开开心心的旅游去 那是平平安安的回家来 就千万别像咱铁柱似的 是不是啊 要不然到时候啊 你哭都找不着掉了 那行了 本期视频的大军到这了 喜欢的小可爱 别忘了是点赞 关注 收藏一波 那么在这